上市之后会受到很多约束 比如说像你这样 比如说你是从86年到89年 还做过一个广告公司 对不对 那个时候下海 对 下海 那个就是 那什么叫广告 就给人拍照片设计 对 然后完了五年在美国 然后又做了 你看从94年创业 一直到2009年上市 那这十几年 十几年实际上都是在相对不规范的 这样一个环境里度过的 其实上市之后 对你的束缚会很多的 你这个时候习惯吗 习惯 我自己约束自己比较早 就是说我自己把自己公司 就是弄得这个 虽然我不操心 但是你像我家05年就有CFO了 那必定和上市前有四年了 这四年起码是标准化的 对吧 完了呢 我再说一下 连创业说的标准化 我跟我弟弟是亲兄弟名算账 我们俩的股权是一清二楚的 不像有些哥们咱俩干 什么都没说清楚 最后打架 我们俩我多少股 你多少股 我们从第一天就是清楚的 就是按拿多少钱 你拿了多少钱 我拿了多少钱 放在里头咱俩的股权 所以我还有一个弟弟呢 是我送了他5% 那我那个弟弟现在不在了 那个5%我也是拿钱买回来的 从他媳妇手里头买回来的 当然当时没有价格 是给了一个生活费 生活费的条件呢 其实现在想想这事 就是随便一说 谁也不知道这公司有价值 对不对 97年 那就说 我就说那行啊 就是我弟弟走了 一个女孩也不大 人家总要嫁人啊 对不对 当时面不那么说了 我就说我给你一笔钱吧 但是呢 弟弟还有公司5%的股权 那就是这次我把这钱给你呢 等于你有生活费 把那5%的股权给我 等于我们 我们其实在这个股权结构上 虽然是家里的亲兄弟 还是非常清晰 到今天我哥也没有占 公司一点的股权 他没有参与嘛 对吧 那其他 那那个 但是他你说其他的 你去在财务上去帮助他 那是另一把事 和公司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也不混乱 我交个人所得税 那说句话 不说是中国第一人吧 我八几年交个人所得税 我到现在能像展览一样 我拿出我的税单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德行 我就从拍第一次照片 领第一笔稿费 八十几年我就交个人所得税 中国那时候都没有人听说过 个人所得税 这就是挺有意思的 这是因为你在美国回来的原因吗 没有 那时候我还在 我还在没出国之前 那为什么你有这个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 谁教育的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交个人所得税 对吧 而且我们公司员工代扣所得税 是很早以前的事 他不是说这两年的事 他这个就是一个 怎么形成的 我无法去回忆 怎么形成的 所以你说不规范 我们公司其实上市前很多年 就非常规范 上市后呢 我这约束是很多的 我觉得约束最多的是 不能瞎说 就不能说 就你不能表述 说我今年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我今天 就是你没有 你不需要披露的 你不能随便披露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是一个制约 其实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们开这个投资人会 我们经常有股东大会 投资人会 经济分析师会 我经常说着说着我们秘书就给打断 说老板这句话你不能说 我说不能说就不说了 就这样 我刚要说这个不能说 我说这也不能说就不说了 今天秘书可能不在旁边 或者是秘书在旁边 他也插不了嘴 今天可能说了一些有点违规的 但是谁不违规 对吧 这种规我也没侵害别人 我觉得今天可能 我不知道有可能哪天突然有人打电话说 王总你那天采访上那话说的不合适 有这个可能 你上市之后 明显的你们电影产业的整个战略 做了很大的改变 以前就是拍电影 对吧 就是搞内容 你现在把电影这个产业 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布局 从开始策划拍摄发行渠道 最后到衍生产品 以及在中间拱出来的商业地产 就是那个电影和电影相关的主题公园 这样一些地产 我看你最近也是和什么苏州合作 很多地方合作 不都是做这样一些事情吗 就是这样一条龙的战略 等于说放大电影产业 或者放大电影产业中间的某些环节 那这个战略是怎么形成的 我觉得这是市场的需求 就是华仪如果想在这个市场上 立于不败之地 只拍电影是不可能的 因为电影你想怎么算 中国也就是未来 就是你算500亿吧 你就占10% 你就干50个亿 它不是个大买卖 我觉得华仪兄弟这四个月的品牌价值 已经只靠这个来支撑 支撑不了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要继续放大 我觉得就像 我觉得都是学习 为什么有迪斯尼公园 为什么有环球影城 为什么有这些动画片的衍生品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娱乐公司和文化公司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你去怎么去放大呢 在中国现在的市场上 你要找到有规模 我还说要找到有规模 假设我做一个华仪兄弟主题公园 这个主题公园在中国复制三个是可以的 主题公园如果一旦 中国主题公园如果有300万游客支撑 就是10个亿 那你就做三个主题公园 就是30个亿的交易额 它是有想象力的 当然你要是带着 假设我们现在光有主题公园之外 我们还有旅游小镇 假设我们在旅游小镇 我们在海南的旅游小镇 大概有一个假设30万平米的旅游小镇 用了冯小刚的电影 我们叫冯小刚电影公社 那可能有了一条 用1942的一条街 是中国民国风格的一条街 完了可能有了 用唐森大地震来牵头 从49年到七几年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在苏式风格的城市建设的一条街 完了可能有一条街 这些街呢 把它业态化 变成有旅游性质 完了大家里头有 有这个酒吧呀 有餐厅啊 可能未来我们这里 光商户有500家 那这个就是 但是怎么来的呢 靠电影来的 靠冯小刚 靠华一兄弟这个东西 才能够组织起这样的东西来 我觉得这就是产业链 但这个前代 我就说是为什么这样做 市场需求 要不你不想发展 就是不可能当领导者 我觉得华一呢 具备了这个知识产权 我们积累的知识产权 积累的多 华一在拍戏上的版权是最在乎的 你看我们拍这么多戏 你参加投资 受益权 假设唐山大敌战 挂了很多投资人 但是版权100% 华一兄弟持有 这就是我们多年来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这个从哪学的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 这个可能是王中磊 他们这个团队 在很多年前 我们就开始在乎了 自己的知识产权 就是我们的 你像敌人节 我们可以拍续集 拍前传 对吧 我们的这个 我们就会拍太极拳 上了就拍两部 回来太极拳 我觉得太极拳 可以说中国系列 不就是打吗 对吧 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来呗 我觉得中国 其实你现在想想 美国电影公司 真正赚钱的是系列电影 假设华纳 有哈利波特 对吧 这家可能是索尼 有蜘蛛侠 所以这个系列电影 是为什么 它形成了一种观众群 我觉得中国电影公司要学 华一兄弟的最大系列 冯小刚系列 对吧 小刚呢 毕竟我拍了12部电影了 他拍每部戏 都有大量的观众群 他为什么可以 从卖9000万 到现在卖六七个亿 我觉得就是由于中国电影的市场的成长 它形成了这个观众群 那我未来可能现在出了徐克的敌人节 已经开始有了 今天拍第二部 未来拍第三部 敌人节是具备拍系列电影的 它不外乎就是中国版的007 一个案子 一个案子 对吧 我们徐克老先生退休了 我退休了 但这个品牌在 新一代导演可以拍 我觉得这是建立电影的产业化 但这些电影积累了这么多版权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主题公园 你像 我觉得华一兄弟电影主题公园 未来是有魅力的 我前天在苏州回来 跟领导在聊 他们也认为绝对是有魅力的 中国是独特的 你说观众进来 有区是集结号区 一批年轻人进来以后 上那个战车 那个战车实际也是轨道的 但是感觉是坐在卡车上 一人发一个钢盔 划着一个手套 往里头一走 炸点轰炸 完了车颤抖 不就是环球影城吗 但是我是用的是集结号 集结号这个电影 它里头有很多画面 4D 现在技术越来越好 完了有《非诚勿扰区》 有敌人节区 对吧 敌人节区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佛 佛假设几十米高 在阳城湖畔 对吧 完了里边坐着那个 就是我说的那个电梯 那时候不叫电梯了 我们那个电影是拿马拉的 哇 一拉那咯咯咯咯咯咯上去了 其实现在假设观众 有个大木头相对上 一上去站到眼睛上 远看这个阳城湖 可能阳城湖附近最高的一个建筑 我觉得这些都是带着文化色彩 有一定魅力的 华谊是最具备做这个的 比我们成功电影太多 对吧 其实你在经营你的品牌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那你干了半天干什么呀 对吧 我觉得就是华谊未来拍电影 是核心的资产 核心竞争力 每年都要出好电影 对吧 今年我相信 国产片冠军保证是华谊的 我觉得华谊就这个能力 就是综合票房第一名 保证是华谊的 我觉得这个起码是我这几年的积累 你说过十年后 我吹这牛已经没用了 可能我也退休了 下一任董事长 有没有我这个想法说 今年冠军是华谊的 能不能做到 我不知道 但起码在我这几年 我认为华谊具备这个能力 像这样一个像商业地产 就是就是像商业地产 和华谊的这样一些 过去积累的知识版权相结合 这样一个方针 是最后形成公司的战略 因为这个形成战略 就要投很多的钱了 那这个过程 是你自己 就基本上就是你想出来 还是说大家 要用很多的数据来决策 我想 完了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假如我想了 我说华谊应该做什么 但是一些产品都是 严格讲这些产品都是 我仔细想是我说出来的 假如华谊兄弟 那个文化城 文化城是个产业聚集区 首先是为什么这样的 完了一帮的设计师团 这些团队最后完善它 当时从商业模式上怎么赚钱 这个都是一起讨论的 我觉得我们公司这种讨论 我跟钟磊 跟我们的财务老总 在一块交流的比较多 我们一般脑筋碰撞 就是几个人往一块 一坐下午喝咖啡 可能有一个月不见了 咱们一块异议 最近要干什么 假如我就突然说 我想最近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 我觉得华谊具备这个 大家都说没问题 老板觉得 那我既然说了这事 我冲在前边 我要去交流 完了最后形成了商标使用权 我们现在是收商标使用权 干股轻资产 就是我们大家的方向是轻资产 别看这么大规模 我们是不会拿太多钱的 我们是靠其他撬动的 我们学的就是迪斯尼 迪斯尼到哪 首先十个亿商标使用权 用我的字建制主题公园 完了门票基本收费是多少 我这学习 我就说 也可能这个东西不成功 但我到今天为止 我对我们这个板块是有信心的 就是肯定会未来支撑 我们的一个华谊的 你想那么多小孩未来去 华谊兄弟主题公园玩 这也是个文化的传播 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 其实这和我也没关系了 我没准干五年都退休了 但是我觉得人要有这种想法 其实华谊兄弟兄弟这个词 也是跟国外学的 应该是这样吧 完全不是学 不是吗 完全是巧合 我觉得和华纳兄弟是完全没有关系 跟迪斯尼兄弟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我觉得就像命令安排的一样 我回来的时候 接这个公司叫华谊广告 华谊广告过了一年 我是承包这家公司 过了一两年 这个公司想把股权全转给我 转给我到工商局去注册 我也没去过工商局 是我们公司一个小伙子 今天还在我们公司 在工商局给我打回电话来 说老板王总要更换的话 要加俩字 我都不知道咱们这个规定从哪来的 就说好像这个 这个是不是什么 是也不能跟别人重复 不能重复是吧 说要加俩字 随随说加兄弟俩字 完全我和电影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都没想过我是会拍电影 为什么加兄弟呢 就是因为我跟我弟弟是俩股东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最后人说 怎么成了华谊兄弟 跟华纳很像 像个香港公司 我们在这北京说晃得很久 我都以为我是香港公司呢 其实我是土生土长北京 但我生在郊区 我生在昌平 就是我弟弟是生在城里的 我爸爸那个时候是在躺个六师 是在郊区的 我是生在昌平的南口 完了等69年呢 我爸才调到总证 搬到城里来住了 中磊是70年的 所以他生在301 他是城里人 我是农村的 你有没有系统的研究一下 西方的电影公司 文化公司 比如说迪士尼公司 系统里研究过吗 我觉得是不叫系统吧 我是阅读他们的一些书籍 传记 我觉得都是巧合 迪士尼走到今天 也不是说就这兄弟俩厉害 或上帝给的 我觉得就是奇缘巧合 他俩爱画那种 他就出了个迪士尼王国 你去过吗 去过跟人家 做过内部业务交流吗 这些公司我都去过交流 那交流都特别冠面堂皇了 假设往这一做CEO 把打压这个见见 都说这个华裔brothers 好啊 这个中国 他确实在到了 到了好莱坞 华裔是有品牌的 老美记不住别的公司 和这名字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那华裔念的像夏威夷 好阿姨 他说哎呀 夏威夷兄弟 夸抱一下 对吧 当然他 我知道他是开玩笑了 他知道这是华裔了 但是他 就这个名字 对他们非常好叫 brothers 老外这种公司多 我觉得华裔是有品牌的 你到韩国问电影界 几乎全都叫出华裔兄弟来 到日本 全是华裔兄弟 我觉得华裔兄弟 是最早在这个业内 做品牌的 我觉得这也是 华裔的成功的所在 那个品牌意识 你为什么那么早呢 我觉得还是一颗性格吧 就是说好面子 就是说你看我拍那电影赔钱 没人知道 但是我很在乎我是做电影的 我这个电影拍到大导演 对吧 其实这些无形中建立了你的价值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我刚开始的这个行业建立品牌 就是比较较真 从来不欠别人一分钱 这个是我建在这个行业里头 立足的最根本的 因为原来这个行业 欠钱是常态 这样啊 对 我也不能说这个行业不好 就这个样子 欠谁 欠导演的钱 欠这 欠这 反正 经常说这个 就是吹牛的人比较多 没问题 拍吧 拍起来了 没钱了 就是特别多 我从拍第一部戏 就开始说到做到 我觉得和当兵的子弟 有很大关系了 仔细想呢 我觉得一个小孩家教是很重要的 反正我自己觉得我的生活 从年轻 从小孩 特别美好 我到今天 就怎么回忆 我没有记住我爸我妈吵过一句架 就没见过 俩人吵架 他们有可能关在屋里吵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没有印象过 他们吵过架 就到今天 我跟我弟弟没红过一次脸 我跟我老婆从来吵不起来 我觉得 其实这是个加风 就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能 其实这个 你自己夸他以后就有点过了 就说这个 说话算数 我觉得和当兵还是有蛮大关系 我到今天我也喜欢这个军人文化 是不是这个爱面子的人 对品牌意识 它是有天然的相联系 应该是 是吧 应该是 好面子 首先是不愿意把这个不好的 或者是你自己困难的东西交给别人 都愿意把最好的一面亮给大家 对吧 就像 就像这个 我举个例子 我当兵跟农村兵比 我最惨的一次是背心和这个肉食连在一起的 我自己不知道 其实疼的呀 这个一塌糊涂 你哪是抵得了人家 人家那一哗哗一百多斤 那么走上山跟他跑似的 我 这城市一傻小子 哪扛得了那个呀 但是就觉得跟人较劲 完了那个T恤 那时候不叫T恤 那时候有一大笔心 现在叫T恤 这个和肉连在一起是不知道的 这就是号面 这纯的是活受罪呗 你这个股东结构里面 你看有冯小刚 有黄小明 有李彬彬 就是等着这些大明星 这样一些明星 你为什么要 当然还有张继忠了 还有好多 就是为什么要用股权结构的方式来结构他们呢 这个呀 你说的特别的太专业太复杂了 我当时真没想到 我就觉得是大家在一块 就像我刚才合作你555一样 没想过 我也没想到我给员工和团队20多个亿 这数字吓了我一跳 我说20个多亿 多大的数字 可是一上市 他们持着20多亿的股票 对不对 就是感情啊 就说你看 这个相争性的买点公司股票 对吧 这个未来这个怎么好 画饼呗 我就是 我记得给小刚股票的时候 我跟小刚签那个约 今天小刚想起来 小刚说我根本没当真 说你给我3%的股票 我说你全是没钱给我 那是什么时候给他的 05年 05年 06年 要不就 准确说我不知道 我跟小刚签 五年约 假设我是1000万 但我说你别都要1000万 我说你拿400万 拿600万买公司股票 他真买了 算3% 小刚呢 现在跟我说 终究是不好意思 你说了我怕你没那个钱 你就给我400万现金 那给我弄成股票 算我买了 他哪知道 他值两个亿 对不对 我觉得这就叫命 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 我愿意 我觉得起码值钱 但我不知道值这么多钱 对吧 你 我真 就像故事一样 我给李冰冰股票 李冰冰还给我打电话 表公呢 钟晶哥 我够意思吧 你看我这个买股票 真是给我捧场 这个东西 这个 所以 这个明星和之间股票 我也是个二把刀 人家也二把刀 没搞清楚 就我送员工 我就觉得应该送员工 我跟钟蕾说 拿出这么多来 给团队 现在有给团队20%多的吗 那疯了 就是这哥们 也这么傻貌的 20多个亿 拿出百分之几都算多的 我当时 没想清楚 20% 对吧 这个多少 那个多少 我一说 最后一上市 我一看 哇 不了不得 当天40多个亿 后来跌跌跌到 20多个亿了 但是我就是 仔细想 这是人生特别美好的事 就什么事 不见得都想清楚 都想清楚 人就没 没乐趣了 但是绝对没后悔过 就是说 我觉得这哥们 凭什么拿了这么多钱 我有这么想法过 但我没后悔过 就是这样的 那你这个 为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 就是新加入你公司的团队 有没有预留一些股份呢 做期权了 现在这 你谁抱怨也没有用 历史就是历史 为什么中国的将军和元帅 都从江西来 不是说江西那地儿牛 他说井冈山就在江西 对吧 穷人就跟着打仗 打到北京来了 一堆的将军 你不能说 他们就多么厉害 我觉得这个历史就这样的 今天进华一座高管 就是没有这么多股票 你说我再拿出20%疯了 我也没有 对不对 也没有这么多了 我也不可能 从上市公司结构 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再给期权给多了 投资者还质疑呢 你是要符合规矩了 所以我觉得 你抱怨也没有用 我觉得你抱怨 那就别来 对吧 我觉得这个历史 就这么过来的 有一些公司 它是给这样一个 未来的 尤其是因为公司越大 后面需要的人的 才能越高 它留了一个 就是股票的池子 国内不允许 国内A股是不允许的 这样 对 A股和国外上市公司 很多奖励机制 要一对一 是不一致的 是不一样的规矩 但中国可以做期权 我是不能亏赠的 我特别喜欢 我聘的一个老总 我说我给你个2% 是不允许的 中国股票 它的限制和管制 是非常多的 那这个 就是说吸引未来的人才的 这样一个吸引力 在哪里呢 现有模式吧 我们现在就一个是高薪 高奖励 对吧 假设你做的贡献大 你就奖励高 奖励这个没有 它和股票 其实股票和钱 有什么区别 我只是没法给你股票 但是股票 我们做期权 就是假设你 我给管理层拿出一个期权 这个期权国家 中国是允许的 完了 假设做一个退出机制 假设公司业绩做到什么程度 你一年退出百分之 假设你买了 假设一百股 我假设你举例 分四四 假设一次推二十五 一次推二十五 那就说赚到钱了 你可以行权 假设我给你的数十五块 我最后行权都十二了 你可以不要这股票了 你也不会 变成二十了 我就行权 行权我就赚那五块钱 这个公司 咱们这个 这个 这个 A股是有这个机制的 那这样的话 公司走到这一步 你不怕 就是说 在你未来退休的时候 实际上 你又没有这样一个力气 或激情来做这样 再把公司继续带大 你还是希望它大 对不对 那谁会像自己人一样 来对待这个公司呢 那就看整个社会的变化 我觉得中国未来是需要职业经理人的 我觉得不可能 那你说迪斯尼老板在哪呢 这个家族在公司早就没了 华纳是谁的 公众的 华一兄弟可能过五十年后就是公众的 王中军只是历史上造就了这个公司 我觉得那时候就职业经理人嘛 要不就这公司没了 对吧 我觉得中国是未来是可以出大公司的 就是一定会走 可能那个年 你说我儿子会不会继续在这公司 在董事会 那是他的选择 对不对 我也不能说 你就可以来当董事长 从权力上 从股权上 我如果假设我的东西转给他 他是可以当的 但他是不是这块料 人家有没有这个志向 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中国这些年进步非常快 家里的人们的接受新事物的想法 非常前卫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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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